廷巴是位於遍地開花 以哈開展一個月 加薩平民罹難數 飆破一萬 反憂潮跟著席捲全球 巴黎街頭十月底 甚至有多處公寓外牆 一夜之間出現上百個大衛之心噴漆 居民忍心惶惶 因為一九三零年代 納粹德國期間 猶太店家就是被噴上 這樣的標記 現在竟然傳出幕後使者 疑似來自俄羅斯 經過調查 這對情侶來自摩爾多瓦 他們向警方坦稱 是在一位俄國人的指使下 採取行動 他們並不清楚指使人的身分 因為對方只透過 E-mail及電話和他們聯繫 值得注意的是 由於這對情侶 隨後遭警方拘留 因此不可能在十月三十一號翻案 但警方不排除 是受到同一人指使 俄國猶太族群历史悠久 但在這起以哈衝突中 莫斯科當局不僅接待哈馬斯使團 官媒甚至一度對 以色列泼髒水 說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領袖 阿巴斯的車隊遭輕易武裝分子襲擊 而引用的消息來源 竟然是與CNN合資的土耳其電視台 畫面可見 數名黑衣人包圍一輛座車 槍響不斷 疑似有人倒臥在地 但經法媒查證 這其實是巴勒斯坦執法人員 與毒販的槍戰 塔斯社隨後發表成清稿 土耳其CNN則直接下架 但吐國的清拔立場不證自鳴 反遊聲浪意識恐怕難以平息 三零七雲網上一報導 三零七雲網上一報導 作詞文字幕僚 作詞文字幕 俊 dramat song